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又要來繼續介紹這個 統計的其他的呈現方式 在之前我們討論過比較圖形化的 比如說像長條圖和直方圖 那也有把它做成折線圖 然後也可以累計次數的折線圖 也可以呈現百分比的 也可以畫成圓餅圖 然後也教過這個比較數據化的 我們算了這個平均中位數 然後四分位數 百分位數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在這一集來介紹的是 全劇還有四分位劇 又是我們這個偶像團體 他其中的這個選良跟刺鼓 選L跟刺G參加綜藝節目 幫一名素人做時尚打扮 那這個老師不是綜藝節目的 忠實觀眾 只是偶爾轉到就會看到 你知道我綜藝節目很無聊 來來去去就這幾種發招 那隨機找路人評分 那路人可以評0到12分 選L得到的成績如下 次G得到的成績如下 那請問你他們的全劇呢 那全劇很簡單 選L最低1分最高10分 可以嗎 所以他的全劇是10-1 是9 可以嗎 那如果是次G呢 次G的得分 次G最低是3分 最高是 這個 9分 所以次G的全劇是 9-3等於6 這樣 那如果是4分位劇的話 那這個就要列出來 好 來列一下 這個是選L 選L的話呢 他的第一4分位數 因為他現在是16人 16除以4是4 所以呢 要注意喔 怎麼 所以他第4分位數是多少 1格 2格 3格 4格 切下來沒中 3.5 第三4分位數 是 這個 12 就是 16乘以3分 那或者說我們往後數 4格 1 2 3 3 4 切下來沒中 他剛好8加8除以2還是8 所以 選L的4分位劇是 8-3.5 是 4.5 那次G的呢 那一樣喔 這個第一4分位數是 這裡是5 第三4分位數這裡是7 那我們把中位數也算出來 中位數這裡是6 在這邊是4.5 那所以他的四分位距是7-5是2 12 這樣子 那核狀圖要怎麼畫 那其實核狀圖畫起來呢 就是說 如果這裡是 我們從 我們的分數從0到12分嘛 所以我在畫核狀圖的時候 如果這裡當做0 這裡當做0 這裡當做12 那標 讓我標一下 這裡大概是6 3 9 所以以這個 選L來說的話呢 選L最低也有一分 所以他的最低在這裡 就是對上來是1的地方 然後最高的話會到11分 所以他的最高在這裡 所以就拉一條線 等於說選L的分數 會分佈在這條線上 然後他的這個中位數 剛才說中位數是 4.5 所以4.5剛好是3跟6的中間 在這裡畫一條長一點 這樣子 然後他的第一四分位距 第一四分位數是3.5 是3再多一點 然後第三四分位數 剛剛說是8 所以是比9再少 一格 這樣子 那就中位數特別長 那這樣還沒畫完 他之所以叫做 盒狀圖 就是因為會跑出一個盒子 這個時候把第一四分位數 第三四分位數連起來 這個就 著色不著色都一樣 其實你畫這樣就可以了 解畫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當你看到一個盒狀圖的時候 他透露了幾個東西 他透露了最低最高 中位數 注意他不是平均喔 他是中位數 然後 這個第一四分位距跟第三四分位距 所以他 之所以會被特別的交 就是說這個圖 讓你一目了然看到很多東西 他與其給你一二三四五五個數字 他不如畫這個圖給你自己看 這樣子 那你要你需要什麼數字在自己去對嗎 對不對 所以這樣呈現起來其實還蠻好呈現的 還蠻聰明的 好 如果你有去畫這個次 次區的合狀圖的話呢 那畫出來應該會長這樣 他的最最低是3 最小是3 最高是9 所以從這裡開始算嘛 3到9 然後第一四分位數是5 然後中位數是6 這個是7 所以5、6、7這樣子 擠在中間 所以你會發現 他比較靠近對不對 整體呈現出來 一樣有12個點 如果今天我呈現在 這一個 這上面腳有一個表的話 那你大概可以想像 你看到中間的時候是在這裡 他有整條 我們看懸崖 整條是這麼長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最低這麼低 最高這麼高 可是呢到這裡就到中間了 然後到這裡呢 這一些也是一半 這一半也是中間 而且怎麼樣 有四分之一擠在這裡 有四分之一在這邊 有四分之在這邊 那你可以這麼想 這個 附帶一題 附帶一題 這個我們之前有稍微提到過 因為會考很難考統計的東西 不會要你們畫 所以我們 之所以有這麼樣的幾堂課 一方面讓大家了解這些統計圖表 另外一方面就是 動動腦 這個 如果你很在乎成績的話 我們目前所教的東西 大概很不容易落實 在考題上 或者如果剛好兔提老師 有看有小老師的話 加油好不好 我們那個 每次統計這一張都被忽略掉 有點可惜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 因為到高中 好像高中老師就懶得教這種東西 高中統計要算Sigma 然後高值的統計會有啦 對 來齁 你可以想像 我今天從這個 1到11 如果我剛好分四份的話 然後我剛好平均分佈 1到11平均分佈 假如說我這邊 我以這個為底 以這個當零 那 這樣是各佔四分之一 等於說我有四個區塊 各佔四分之一 這裡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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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各佔四分之一 但是實際上不是這樣喔 實際上怎麼樣呢 欸 實際上前面這一半 是被擠到這裡來的 尤其怎麼樣 有一塊四分之一 是被擠到 擠到這一段裡面的 對不對 是被擠到這一段裡面的 那這個比較窄 這比較寬一點 這個最寬 這個旗幟 所以實際上他畫起來 可能會像是這樣 這個 我用黑的 我用黑的 也就是說其實你的中間就在這裡了 你中間就在這裡了 然後這裡 這裡就四分之一了 所以他會被擠得很高 然後這個 旗幟 這個旗幟 講話這樣 那這一段是最寬的 稍微最低 然後這一段會又稍微高一點 對不對 大概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的分布不會 就成一個盒子 他不是總共就 這樣子 我說他 點狀分 那個 假如說我們一個數字算一個高度 然後畫成類似柱狀圖 這樣 所以或者說畫成一些折線圖 然後我把它 連續的平滑的畫出來的話 你的這些柱子啊 你的這些柱子大概會 會比如說會 這樣子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嘛 也就是說整個圖形大概會有一點像是 比如說 這樣子在走的 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有四分這裡這裡佔一半 這裡就佔你一半 然後這裡也佔一半 就是你不要看他矮 可是他很長 這樣 大概有點像這樣子對不對 這裡這裡就佔一半 這裡也佔一半 然後特別是這裡這一段窄窄的最多 對不對 這一段最寬 然後這一段又有一些 這樣 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等於說你可以從這個合狀圖感受出 哦 大概分布成這樣喔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呢 那他的合狀圖很明顯 因為 我們剛剛有 這個不小心發現他很對稱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整個分布起來 假如說 從這個是 就這樣啦對不對 沒看到 像這個這樣子 就他整個擠在中間嘛 然後 就有一半都在 中間 附帶一體 你就會發現說 盒子裡面也佔一半嘛 等於說中位數以前佔一半 中位數以後佔一半 那盒子裡面也佔一半嘛 因為這兩個各四分之一嘛 所以有一半在中間 這樣子嘛 這四分之一 這四分之一 這裡也四分之一 這裡也有四分之一 這樣 那所以說這個就是 合狀圖 他可以透露出 整個數據可能的分布的情況 但實際上 分布怎麼樣 我們在一開始有提過 凡是被我們統計 整理過的資料 就叫做二手資料 那你很難從二手資料去回推 整個數字原本的面貌 那如果你能夠得到 我們剛才那個是完整的一手資料 這個一分兩分三分五分這種 你當然就知道啊 那可是一手資料不好判讀嘛 那經過了整理就比較好判讀 可是比較好判讀的話呢 就難免有一點失真的可能性 因為你畢竟已經處理過了 來 那麼呢 這個給你們按個暫停 可以畫畫看 試著把這個合狀圖呢 畫成直方圖 那其實就是像我們剛才所說明的這樣 你去想像這個大概 這裡有四分之一 這裡有四分之一 我做一個範例 這裡是四分之一 這裡是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這個圖的話 你有沒有能夠理解到說 其實這裡最幾 對不對 這裡最多喔 你不要覺得說好少好少 因為這邊是最少的嘛 假如說這是零 剛剛這是得分嘛 這零這一百分 你不要忽略了 其實大部分的人 有四分之一的人都在零到十五 如果說這是十五的話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的整個圖畫起來 是這兩個大概差不多 這個最長 所以他整個圖大概畫起來 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裡有四分之一 這裡有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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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裡有四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最多人是擠在這裡的 這樣能夠想像嗎 就是去想像說 當我看到一個合狀圖的時候 我覺得他應該是怎麼樣 OK 一樣啊 按個暫停 那我剛才畫的都是這個曲線啦 都是曲線 那這個題目要求是畫直方圖 就是你 沿著這樣的概念去想像這些 這些一條一條的東西 會如何分佈嘛 對不對 所以就把它畫成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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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 沒有標準答案 我剛剛講了 這二手資料 沒有辦法還原成一手資料 所以我們不可能真的知道 直方圖一定長什麼樣子 但就是一個大概的趨勢 你會發現他中間大概等分嘛 然後都擠在中間嘛 所以就有點像這樣啊 那這個最擠的其實是他的最右邊 對不對 這個最擠的是最右邊嘛 然後這裡呢 這裡其實超鬆散的有沒有 然後最擠的是他的 跟正常 這個是左邊啊 這個最擠的是最左邊嘛 然後這個最擠的是他的最右邊 對不對 所以他整個看起來會像這樣 阿富代體 我們剛才畫這個 要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我們 剛才的那個選L的起點在1 終點在12 就是你 畢竟 因為全距就告訴你 最低跟最高了 所以 這個是 不包含在裡面的 就是沒有零 沒有零 OK 那所以這個 這個有到一百 這個到一百 這個到一百 這個是從零開始 他沒有到一百 最後留一點一把 這個地方沒有 OK 之前的一個作業 這個是有人問我的 因為我覺得蠻難的 然後也 可以值得討論一下 就是我說 不用打 不用全對沒關係 但是你要能夠盡量的去想 那這個 他說在矩行ABCD裡面 ABCD這個殘方形 一寬是六 長是八 在裡面有某一點P 這一點P到AB的距離是三 到AD的距離是四 然後以P為圓C R為半徑 結果畫了一個圓 這個圓跟矩行都沒有焦點的話 問你這個R的範圍 那這題怎麼做 我剛剛講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問學生這題 我不是希望他一定答對 那我是希望他能夠怎麼樣 去推論 而推論的第一步就是 你能不能夠看完題目的時候 至少把那個圖畫出來 當然畫一個矩行沒有問題 我不是指大家能不能畫一個矩行出來 好 我畫了一個矩行 那這個矩行呢 寬是六 長是八 對不對 我挪了一下位置 以便於我們等一下討論 他有更大的空間 不會擠在一起 那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你畫出這個矩行 我們之後呢 P點到AB的距離3 不是這裡中間連過來 因為他是到 AB的距離3 所以他是從這裡數過來3的話 他其實會切在 這個35的這一條這個位置 然後他距離AD是4 所以他從這裡數過來4 他其實在這裡 也就是說 這一條是3 這一條是4 這樣 可以嗎 他不是在中間點喔 那這裡很重要 那如果今天我的學生能夠畫出這個圖 我覺得他 我大概也會給他 一半的分數了吧 到幾個還不至於 因為他應該要再多做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就一半 很好 那 那 因為至少你 能夠看完中文題目 你知道 沒有 沒有崩潰 然後 但是 然後能夠這個 理解中文文字嗎 以P為原心 畫一個圓的時候 結果 跟這個矩行 竟然沒有焦點 欸 那麼 會是多少 那其實這個時候呢 我剛講這個 如果他能夠畫出這樣子 他就會拿到一半 那如果今天他能夠再多做兩步 他就會拿到更高 如果他 只要他把這一個 這兩個也 寫出來 我就給他幾個 就給他幾個 那事實上就是說 你如果不知道後面要做什麼 你可能也不會想要畫這兩個 那 因為 所以說你會想要畫這兩個 代表你有想要討論什麼 只是你沒有討論 想完 沒有想完就沒有再寫 就 沒關係 給你一點 這樣子 那畫成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往往就能夠發現 這個 如果我今天以他作為原心來畫圓 要沒碰到 他沒碰到 等一下 你看我碰到了 對不對 怎麼樣就會碰到 就半徑超過2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知道 這個問題 就是他不能超過2 如果他寫出了這個 R小於2 他就會有 比如說 65分吧 我們還是要留一些分數給寫全對的人 對 那 這個 如果他畫很大 那 畫很大就 不會碰到啦 但是我如果 這個假如現在畫很大 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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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碰到啦 會碰到啦 所以 所以 只要比 來 要比什麼 或者 或者 所以我 我寫這樣 他有點誘導你寫右邊 R 要比2小 或者 R比什麼大就可以 好 那如果你寫R比5大 你後面那個35%的分數不會拿到 因為R不是比5大 R要比什麼大 因為你R比5大 那你以為B5到B5他就碰不到嗎 還是會碰得到啊 這邊會畫到嗎 你如果真的去畫一下R比5大的時候 就還是會畫到啊 所以要比什麼大 最後的這個35%的分數在這邊 這個要算出來 4跟5 25加16 更號是11 比2小或大於 更號是11 可以嗎 那這樣子 這題就對了 然後 下面這個是比較難的 那 事實上上面這個大概佔這整題的 我想我會給一半吧 雖然下面的比較難 但是 我覺得上面的會也就很厲害了 而且圖都畫出來了 來看下面這題 他說如果 跟這個 圓跟這個矩形 交的是三個點 那求這個R的範圍 那就是說在整個過程中呢 其實有幾 幾條線 透過這樣子你拿圓規式的去畫 你會發現 其實會碰到幾個點跟什麼有關 跟幾個數字有關 就是到這邊的距離 如果他切到了是不是一個點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點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點 那他如果比2大 是不是就兩個 就有兩個點 兩個點 到怎麼樣 到3的時候又切到這邊嗎 是不是就三個點 比2大又比3大就四個 然後怎麼樣呢 如果他比 這一條 我們先不算是多少 如果他比這條 如果他跟這條一樣 那他到時候碰到3這裡的時候 就會出來之後 剛好刷到B 又進來 對不對 他剛好會刷到B 又進來 對不對 那這樣就三個點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跟幾個數據有關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這個41之外 我們再換一個顏色 換綠色 這一條我們把它算出來 這是3跟2 9加4 跟號13 還有這一條就是5本人 這條就是5本人 然後還有這一條是5跟2 25加4 跟號29 那我們由小到大排一下 所以現在我們要討論的範圍有 2 3 跟號13 4 5 跟號29 和跟號41 那由我們剛才的想像 他如果比2小不會碰到 比2碰到剛好跟2一樣的時候是一點 這個焦點 這個焦點是一點 這邊是啥 這邊是焦點 是一點 那如果剛好跟3一樣的時候 剛好跟3一樣的時候 你試著畫一圈你就會發現 剛好這裡碰到 這裡碰2點 所以是3點 然後比3大就變成4點了 對不對 1 2 3 4 就比3大比跟號13小 那如果比3大 剛好等於跟號13的時候 又會變3點 就 1 2 3 我就不畫 因為一直畫這個整個圖就滑掉了 但他又比跟號13大 但是還不到4的時候呢 那你這邊出來 1 2 都沒碰到嘛 就變成兩個了 然後到一直大 一直大 大到4的時候 因為4是跟號16 所以他4比跟號13大一點 到4的時候 這個 從這裡就碰1點 2 因為他 還不到5 所以他不會碰到A 2 這裡1點 這裡2點 他會繞 他在裡面 因為你現在比他大 半徑比他大 繞繞繞 因為還不到這裡 所以這裡會有3 然後都沒有再碰到了 所以這樣也是3點 所以 半徑是4的時候也是3點 那半徑比4大 但是比5小 比4大比5小 就變成說 我在這邊的時候 就1點 出去又會再進來 2點 進來又會再出去 3點 畫畫畫畫畫畫畫 又進來4點 然後這個 這裡都沒碰到 因為比5小 然後這點算過了 這樣就4點 那如果半徑剛好是5的時候呢 半徑剛好是5的時候 這裡有1點 這些都沒碰到 因為你的半徑都比他們長 所以這些都沒碰到 沒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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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 因為這個根號29比5大 所以他在圓外面 然後 刷到這一點 所以這裡一點 這裡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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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裡也會出來 這個我們示意一下 等於說你如果半徑是5的時候 這裡一點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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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會進來一點 這邊會剛好相切 然後從這裡又會再出去到這裡 所以其實你會有1點2點3點4點 所以這裡也是4點 4的時候是3點 我剛剛有數對嗎 我是純寫錯還是我們剛剛數錯 如果你以4為半徑 如果你以4為半徑 如果你以4為半徑畫圈的話 這裡有1點 這裡會出來 因為他這條是5會在外面 這個是3會在裡面 這個是根號13也會在裡面 2也在裡面 根號29會在外面 所以你這個時候會再鑽進來一次 然後5也在外面 這樣 所以會交1點2點3點 所以就是為什麼 這一個問題 他可以在國中問 因為他跟這個 就是 這個圓 圓跟1點的關係 如果你點到圓心的距離 比半徑長就在圓外 比半徑小就在圓內 那我們把最後討論完 如果是根號19的話 根號29的話 這個 碰到這一點的時候呢 這一點會碰到 然後這裡一點 這裡一點 因為根號11在他外面 然後其他都比他小 所以到這裡剛好刷到223 所以他也是3個焦點 那5 比5大比根號29小的話 看一下 比5大但是比根號29小 所以我們從這外面 這裡沒有 他比5大 比5大大大沒碰到 比根號29小1點2點 又比5大又出來了 對不對 但是比根號是11小嘛 3 4 又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4 等一下 對 比根號29小這樣就4點 所以不考慮 因為他剛好交3點 那比根號29大比根號41小 比根號9大這也沒有 1點2點 就沒有 那根號41不用說 就只有切到主點 1點而已 所以呢 他這一題說 如果說這個R 這個圓畫出來 跟矩形交了三個點 問你R的範圍 雖然是問R的範圍 但是實際上 R是 只有四個值是對的 就是3 或 更號13 或 4 或 更號29 這樣 那這是我們這一次的作業 你們會懷疑我真的是Study Heart的經濟公司 然後 把我們公司的問題丟給你們當作業 叫你幫我算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作業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作業 這是 13T 那我們今天上這裡 是